说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宗教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具有最大影响的宗教 基督教 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23亿的信徒 当然,这儿所说的基督教是指代广义的基督宗教 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等所有的流派 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很多对世界各个层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 我们今天以人们常听说但不了解的细节出发 详细地聊一聊基督教的发展历史 现存派别、教堂形式等 尽可能地去给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 对这个庞大的宗教一个基本的了解 鉴于视频时长 我们本期将阐述第一部分 基督教的发展历史 很多人都认为 耶稣出生于公元元年的圣诞节 但事实如此吗 首先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基督具体的出生日期 比如新天主教百科全书和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中 均写到没有人知道基督确实的出生日期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说耶稣什么时候出生 不过圣经提到耶稣出生前后发生的两件事 让很多人看出耶稣不可能在12月25日出生 耶稣出生前不久 凯撒奥古斯都下令要在全地登记户口 当时人人都回乡登记各归各成 旅程也许要花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奥古斯都这道命令很可能是为了方便收税和征兵 当然这道命令在什么时候颁布 人民都不会欢迎 因此奥古斯都更不大可能强迫人民要在寒冬长途跋涉回乡登记户口 这样做只会令民众更加反感 耶稣出生时附近有牧人露宿野外 在晚上守经看护羊群 耶稣时代的日常生活一处指出 在逾越节三月底之前一个星期至十一月中旬 羊群都会在野外生活 这本书又说羊群会在棚内过冬 单看这一点圣诞节就不大可能像传统所说的在冬季了 因为福音书中说 耶稣暂生时有些牧人在野外露宿 我们只要从耶稣去世的时间倒数回去 就可以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出生了 耶稣是在公元33年逾越节去世 当时正好是春天 不过耶稣开始传道时大概30岁 而他从事传道工作总共三年半 由此可见 耶稣是在公元前两年左右初秋出生的 圣诞节的传统形成于古罗马的军事坦兵时代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在这一天庆祝圣诞节呢 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 教会领袖选12月25号所谓耶稣诞生的日色 也许是因为这一天正好是罗马一脚节日 无敌太阳神的生日 据美国百科全书指出 很多学者认为教会这样做 可以让归信基督教的异教徒更容易接纳基督教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到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 并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 这时候建立教会思想正式形成 待到耶稣受难复活后 向门徒说 在这之后 门徒们开始聚集传道 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 基督教在初创其实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但比起传统的犹太教 基督教比较不强调律法 而强调耶稣救赎的福音恩典 而后二者渐渐分道扬镳 被人们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信仰 大概在公元43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渐渐传开了 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 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历史人物是圣保罗 保罗原名扫罗 精通犹太律法 最开始是迫害基督徒的积极活动者 但在他某一天帝送文书的大马士革的时候 耶稣向他显现 于是扫罗改信耶稣 并改名保罗 保罗一生中致力向外邦人传播基督教 书写了新约27本书的至少13本 最后在罗马殉道而死 公元64年 罗马帝国著名的暴君尼禄 将罗马城的大火归咎于基督徒 对其大驾迫害 十二使徒里除了约翰受众正寝 和卖主者加利林犹大自以身亡 均殉道而死 后来 罗马君士坦丁大帝 在313年颁布了米兰设令 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公元325年 君士坦丁召开基督会议 确立了三位一体的从治论 到了380年 迪奥多西皇帝公布了一道预制 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迪奥多西皇帝是统一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 这个皇帝死后 把帝国分给了自己两个儿子 罗马帝国就此分裂成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首都分别是米兰和拜登廷 中世纪界定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至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 基督教文化形成并得到发展 也构建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的日尔曼人 企图恢复罗马市的中央权力 恢复帝国的行政管理 但是帝国的政治体制太复杂了 最重要的是不管国王还是平民 新的管理者日尔曼人大多不失足 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 面对有较高文明水准的原罗马辖区的居民 要想在西欧站稳脚跟 巩固政权 使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 只能依靠基督教 作为古代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 使罗马帝国的影子 它不仅是一个成熟的流派 而且积累了知识的经验 中世纪初期 教会的教师又是西欧唯一受过教育的阶层 他们能写会算 懂拉丁门和法律 这些都是日尔曼人建立统治不可缺少的条件 客观上造成了政权对基督教会的依赖 这段时间形成了救世论 原罪论等基督教哲学 也对今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54年 东西教会大分裂发生 不合的两派分为公教和正教 公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天主教 以罗马教廷为中心 教导权主要归属于教宗和大公会议 东正教又称希腊政教 以军事坦丁堡为中心 教会最高权力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东罗马帝国结帖后 教会最高的权力归属于各个自主教会的普世牧首 天主教的名称为Catholic 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 原意是全部的 总体的 完全的 普遍的 所以天主教的执意是普世教会 也就大公教会 而东正教对应的名称为Authodot Catholic 意思为正宗的普世教会 简称为正教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所以常常被称为东正教 这次分裂不是短期的行为 而是基督教创立初期就埋下了伏笔 回溯至325年 在尼西亚召开了基督宗教有史以来 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 尼西亚大公会议 在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中 罗马教会列于各地方教会之首 随着330年 军事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 将军事坦丁堡教区提升为 仅次于罗马教会的牧首区 451年召开的第四次普世大公会议 将军事坦丁堡教区提至等同于 罗马教会的地位 这一下引起了当时教宗利奥一世的强烈不满 他说教宗之所以为教宗 是因为继承了圣伯德鲁的一波 你作为一个地方的牧首 何德何能敢于罗马教宗平纪平坐 因此拒不承认该法令 在857年 东罗马帝国皇帝米海尔三世 未经罗马教会的许可 废除了军事坦丁堡的现任牧首 擅自改用重臣佛西亚斯一世担任此位置 教宗尼格老一世对此非常恼怒 宣布东罗马帝国的任命行为非法 并公开处罚佛西亚斯 处以破门律开除其教级 破门律又称为绝乏 被绝乏之人会与教会隔离 没有任何教会会给予救赎 佛西亚斯迅速应对 在军事坦丁堡召开会议反击 宣布开除罗马教宗的教级 这次争执始成佛西亚斯分裂 这次分裂虽然没有影响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 但对于教区的管辖权和罗马教会的许多观点 产生了巨大的争论 虽然佛西亚斯分裂持续只有短短几年 但却引起了许多教徒对于罗马教会的质疑 也种下了日后大分裂的种子 时间终于到了1053年 也就是大分裂的前一年 军事坦丁堡牧首塞罗拉留斯 以教堂拒绝使用希腊礼拜式为由 把军事坦丁堡使用拉丁礼节的教堂 也就是罗马式教堂全是关闭 塞罗拉留斯致函罗马 指责教宗篡改圣经内容及教义 教宗利奥九世 于是指派书记主教亨拜等人 到军事坦丁堡与希腊教会结商 使节团上没有达成任务的时候 却传来教宗在1054年4月19号逝世的消息 使者能否代表教宗所在的圣坐 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双方谈判就此失败 性情暴躁的亨拜与他的同伴 于1054年7月14号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 将破门的判决书放到祭台上 并对塞罗拉留斯提出抗议 然后亨拜跺着脚走出教堂 发誓说 愿我主临见评判我辈 we declare him excommunicate and anathema we cast him into the outer darkness we judge him damned with the devil and his fallen angels and all the reprobate to eternal fire and everlasting pain 塞罗拉留斯同样也不给留面子 当众把教宗送来的诏书烧毁 最后 教宗和军事坦丁堡幕守 互相将对方破门 均将对方开注出教级 这标志着基督教正式分裂为 罗马公教和希腊政教 直到1965年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 教宗保禄六世 和军事坦丁堡 普世幕守雅底纳格拉 才进行和解 互相解除了针对对方的绝乏 中世纪后期 欧洲进入了多世之秋 发生了黑死兵大流行 社会动乱 地区战争和农民起义 雪上加霜的是 基督教也经历了大分裂 当时的罗马教会教宗利奥十世 以修建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为名 与1517年授权神职人员 前往欧洲各地售卖大赦证明书 即赎罪券 这使得大赦行为的商业化 沦为当时教会之敛财工具 本意矛盾重重的欧洲社会更加动荡 大赦本意是给信徒分配基督 及历代圣人的功劳宝藏 使自身的惩罚得以在神前获得免除 但此刻却遭到了滥用 在这个时候 德国神父马丁路德站出来 公开质疑罗马教会 书写并张贴传播论文 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的见解 论文争称 赎罪券违反了新约中 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启示 这引发了轩人大波 时任教宗利奥实施坐不住了 于1520年发表上论 斥责路德为异端 并对其处以破门律 开除及教级 此年4月20日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连同国会向路德下通缉令 在萨克森选后 弗里德里西三世的保护下 马丁路德被安排进了瓦尔特堡避难 他的信徒在罗马教会的镇压下 被迫脱离了天主教 后来 这些信徒发展成为路德宗 也成为信义宗 以为因信称义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迅速 取卷了整个欧洲 在日内瓦 加尔文的归正运动 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宗教改革的影响 发展出了归正宗 同时期 在1534年 以至尊法案的颁布为开始的标志 英格兰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 形成了英国国教 不同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英国王室发动的 他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罗马教会 不同意亨利八世的离婚 而愤怒的亨利因此脱离教廷 宣布独立 发展出了圣公宗 到了16世纪中叶 新教主要宗派都与天主教抗衡 借着教权与王权的权力争夺 新教在形成过程中 受到许多民族国家或世俗君王的支持与保护 后期逐渐形成了新教在欧洲的布局 信义宗分布于德意志及北欧诸国 归正宗为瑞士 荷兰以及苏格兰 同时 在16世纪以后 罗马教会也做出了改革 废止了任何将金钱与大赦挂钩的行为 禁止以金钱换买大赦的议案 在1562年的特伦多大公会议上被提出 于1567年正式或教宗批护武士的批准 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 基督教传到了世界各地 并成为西方殖民地的主要宗教 在很多国家都有国教的地位 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一场思想上的现代主义革命 以法国为中心 强调理性崇拜、天赋人权 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逐渐解体 启蒙运动开始了对神的理性质疑 基督教内部出现了自由派神学 对正统基督教造成了冲击 自由派神学对传统教义做出了很多的修正 大前提是以人的理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基础 他们提出任何与理性和科学不吻合的都要反对 自由派过多地强调了个人对于宗教的科学主义理解 不仅受到了传统教会的批判 也遭到了民众的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自由派基本衰亡 在反对旧自由派的基础上 在20世纪初又产生了更重视圣经的新自由派和基要主义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自由派还是基要主义运动 均受到罗马教会和新教路德松等派别的反对 但自由派的许多观点 如心理学、哲学及其他现代思想融入教会生活的观点 也渗透进了现代主流教会 耶稣基督的英文名为Jesus Christ 其中Jesus意思源自希腊文 对应的拉丁文音译为Jesus 翻译成耶稣是非常恰当的 Christ意思同样来自希腊文 拉丁音译为Christ 或者是Klisto 中文翻译成基底斯都 后来简称为基督流传了下来 天主教传入中国最早追溯到16、17世纪 天主教的典籍翻译主要涉及到教会礼仪 例如步道、福音信息、圣歌等 而且圣徒名字中多用路、若、堵等极具中国佛教特色的一名传统 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当时的传教士分布在中国各处 在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的情况下 传教士们掌握中文大多是各地方的方言 因此各地天主教典籍的翻译也并不十分统一 到了20世纪中期 意大利方济阁教会传教士雷永明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组织进行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 他主导的一本后来被称为斯高圣经 一字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是华语地区第一部原文翻译过来的完整中文圣经 也是现在天主教中文版圣经中的标准版 而我们看到那些伯多禄、若望、堡禄、本堵等名字确定的时间各有先后 但在这本斯高圣经中全部确定 也就是现在梵蒂冈对天主教、中文资料、名称等确定的重要来源 比如现任教宗方济各 在他刚上任时 中文有弗朗西斯、方济等多种译名 梵蒂冈圣座确定的名称方济各 便来自于斯高圣经 而新教对于圣经翻译则要晚得多 基督教新教和和本圣经1890年开始翻译 1919年完成并出版 正好当时中国正兴起白话文运动 和和本圣经是中国第一本白话文的经书 其出版给当时的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和和本圣经以北京光化为基础 是华语地区新教教徒和非宗教人士使用范围最广 时间最长久的一本圣经 和和本圣经的人名地名 自使用出版后也影响了中国对于圣经所提起的地名人名的使用 这些地名至今还在使用 如大马士革、约旦、希腊、印度、埃及、黎巴嫩、塞浦路斯、波斯、阿拉伯、罗马、巴比伦等等 这些都出自和和本圣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订阅及收看我的下一个视频 基督教的派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了 庞路由高和内 刘旋 赞 订阅 转发了 感谢观看